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正是这样的排兵布置收到了奇效 比赛的第25分钟 哈德斯菲尔得断球后 发动了快速反击 给曼城门前制造了威胁 但是镜头一转 曼城门将埃德森直接起大脚找前场的阿归罗 提球也准去找到了接应的阿归罗 只见阿归罗的球后晃开防守球员 在观察了门将的站位稍稍靠前后 直接选择了一记轻巧的调射 提球越过门将刚刚擦着门框新网 为球队手开记录 比赛的第35分钟 首发的左边后卫门敌的球后 在左路传中造成哈德斯菲尔得门将的脱手 阿归罗英敏的炮位出现 在了最有威胁的位置 他迅速的跟上不设完成破门 在完成没开二度时也助球队三球领先 之后 阿归罗越战越勇 并多次制造威胁 更是有一脚远射打中了门术 好在 比赛的第75分钟 又是门敌在左路传中 这一次阿归罗利用好位甩开了兵房的后卫 在门前包抄的位 用右脚外脚背一脚垫是破门 伸眼了帽子吸把 三力进球 阿归罗将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 摆脱能力 脚打 炮位能力都展示了一遍 不得不说他的表现 证明他依旧是足坛最有效率的前锋之一 这场比赛之前 阿归罗已经在过去的七个主场比赛里 打进了11力进球 而这场比赛的帽子技法 让这项数据成为了主场八战十四球 堪称卖成主场的主场龙 值得一提的是 哈德斯菲尔德也成为了阿归罗 以爱的球队之一 此前三次面对哈德斯菲尔德 阿归罗打进三球 此番帽子吸把后 阿归罗四次面对哈德斯菲尔德打进了六力进球 场军进球超过一力 自从热搜斯加盲卖成之后 阿归罗的位置一直有些尴尬 也一度有穿颜趁阿归罗将离开满城 不过 上赛季阿归罗虽然不是球队的决队首发主力球员 但还是屡有进球斩获并助球队最中度的联赛冠军 本赛季阿归罗仍将作为球队中锋和热素次良性竞争 这场比赛的帽子吸把瓜迪奥拉也看在眼里 新赛季曼城想要夺得更多的成就 离不开这样一个高效的阿归罗 根据CM的脸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